川 重庆 湖北 江西 安徽 江苏 浙江 上海八省市 总长2170公里 设计年输送洁净天然气120亿立方米 沿线覆盖70多个城市 数千家企业 近2亿人口 携程网日前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提示 从目前国内各大旅行社订单来看 49%的人选择国内旅游 其中5到6天长线游人数同比去年增长50%左右 云南 海南等地仍是国内出游首选 出境游中 日韩和欧洲等旅游目的地关注度大幅度增长 从9月1号开始 个人游地进进物品进口税起征点统一降至50元 也就是说物品税额在50元之内含50元可以免税 超过50元需要全额交税 目前个人游地进进物品进口税起征点 高澳台地区是400元 其他国家和地区是500元 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的 北极冰夏自主遥控机器人 日前在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中 成功实现冰夏自主导航和自制航行 利用搭载的声纳和传感设备 获取了大量的海冰厚度 海冰底部形态等多项关键科学数据 日前一种名为景响的 全新的LED移动传媒车 引起世博游客的关注 这种移动车 车侧面可升起巨大显示屏 在客流高峰时段 可随时开到人员集中的出入口 提供交通应急信息及引导资讯 提示游客合理安排参观路线 移动车可转播电视信号 并可随时变更地点和信息 不仅为游客提供各种服务信息 还成为世博园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风筝不断线 缅怀吴冠中先生经典作品收藏大展 近日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开展 这次展览展出的百渔服吴冠中经典立作 总价值超过10亿元 全部来自海内外收藏家的私人收藏 囊括了吴冠中各个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 好 美洲方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值得关注 马上请进的是在美洲中心站的记者朱华 你好 朱华 曾天你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但我们浏览一下美洲方面的消息 好的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美洲最新 8月31号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先后已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即将在9月2号举行的巴以直接会谈预热 然而时段时序的巴以和谈 让双方民众都失去了信心 先期到达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首先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举行了简短的会谈 阿巴斯表示 他希望美国方面能够积极调解 未达成和平协议起到积极作用 但他同时警告说 如果以方在约旦河西岸继续建设定居点 他将毫不犹豫地离开谈判桌 随后抵达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也会见了希拉里 内塔尼亚胡临行前在特拉维夫发表讲话 称以色列政府希望能够通过直接谈判 最终与巴勒斯坦方面达成19的和平协议 但无论双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 都必须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承认以色列犹太人国家的地位和权利为基础 2008年底 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发起代号为 铸签行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对加沙地带实行封锁 把以直接谈判中断 20个月之后的2010年8月20号 美国邀请巴以领导人 于9月2号在华盛顿开始直接谈判 然而巴以双方在耶路撒冷分治 巴勒斯坦难民回归 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等重大问题上 分歧依旧 双方民众也对这次谈判的前景感到悲观 在过去30年当中 每一位美国总统都试图推动中东和谈 美国曾经不止一次的表示巴以和平 是关美国的国家利益 那么美国的利益是什么呢 巴以虽是弹丸之地 但巴以和平对美国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首先 一个稳定的中东地区 对于美国以合理价格获取畅通的石油供给至关重要 巴以冲突是中东的定时炸弹 它威胁到了美国的能源安全 其次美国正和基地组织作战 如果巴以冲突能够解决 美国便能改善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形象 获取伊斯兰国家的支持 巴以关系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美国国会将在今年11月举行中期选举 由于美国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 经济复苏前景暗淡 奥巴马本人支持率降至就任以来的最低 民主党选情并不乐观 重启巴以直接谈判作为重要的外交成果 是希望能够提振目前不佳的民主党选情 2011年9月份左右 正是奥巴马为2012年连任竞选的时候 如果届时巴以能够达成和平协议 将非常有利于他的竞选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 巴以直接谈判启动不易 成功更难 然指世界最难处理难题之一 就像是一场高风险赌博 对奥巴马政府是加分还是拖累 结果难料 巴以直接谈判还未开始 一起袭击事件就给谈判蒙坑了阴影 8月31号晚上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西伯伦 几名武装分子向一辆汽车扫射 车上4名以色列人当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孕妇 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表示 以色列将对此采取行动 让袭击者付出代价 他称这一事件为恐怖事件 企图破坏巴以直接谈判进程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的一个武装分支卡桑旅 随后宣布 对这一事件负责 并声称还将发动更多袭击 30号 两名从美国芝加哥登机 搭乘美联航飞机的 也门机乘客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机场被逮捕 他们被怀疑为恐怖袭击做准备 不过荷兰和美国方面 目前都没有对这两个人提起诉讼 被逮捕的两名也门一男子 是艾哈迈德·穆罕默德·纳塞尔·苏菲 和赫扎姆·穆里希 两名嫌疑人随身携带了7000美元现金 警方在两人的托运行李箱当中 找到了七把刀具 以及多部用胶带捆绑的 移动电话和手表 但在托运行李当中 这些东西都是允许携带的 31号 荷兰检方也表示 托运行李物品并无可疑 荷兰检方说 将尽快决定是否起诉两名 被捕恐怖嫌犯 根据荷兰法律 没有被指控的人 最多可被拘留6天 目前美国相关部门 也并未对这两人提起任何公告 本来美国方面 对这两人的调查方向 是为恐怖袭击做准备 但随着调查的进行 事情看起来并不像怀疑的那样 30号 这两人都错过了 从芝加哥到华盛顿的飞机 所以才碰巧搭乘同一班 美联航航班飞往荷兰 虽然在飞机上座位相距不远 可是他们相互并不认识 他们的名字也不在 美国政府的恐怖分子名单上 当天只是因为海关官员 发现一架从华盛顿起飞的飞机上 少了一名乘客 取下他行李的时候 才发现托运行李当中的可疑物品 同时搭乘美联航的一名乘客 用手机记录下了 这两人被捕的过程 他们完全没有反抗 现在看来 他们之所以被逮捕 可能是突然直飞阿姆斯特丹 引起了美国警方的怀疑 智利当地时间8月30号晚上 救援人员开始在他方铜矿上方 挖掘垂直巷岛 这条巷岛发通之后 将成为33名被困矿工的逃生通道 据美联社报道 这条垂直航道将从地面直达 被困矿工所带地点 限于技术原因 重型钻井机只能先钻出一个 700米深的窄小钻孔 然后再利用大号钻头 将这个钻孔的持径拓宽到66厘米 预计这一工程将耗时3到4个月 在此期间 33名被困矿工将利用手推车等工具 清理被困焊道内堆积的近3000吨碎石 一旦垂直焊道挖通 救援人员将利用特制的管状铁笼 将被困矿工拉上地面 每次只能拉上一个人 预计单档行程要耗时3个小时之久 即使进展顺利 整个救援过程 持续时间也将超过4天 救援人员指出 类似救援技术曾在美国取得过成功 但当时美国矿工被困的深度只有73米 被困的时间更是只有短短的3天 而这次支离矿工 已在地下700米深处被困了26天 接下来的三四个月内 他们还不得不冒着地下30摄氏度的高温 不间断地清理3000吨碎石 承受的生理和心理压力难以估量 因此这次救援行动能否成功 地面救援人员和井下被困矿工的努力都很重要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8月31号宣布 允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收购摩根士坦利10%左右 拥有投票权的普通股 中投眼下通过此公司 持有摩根士坦利大约2.5% 拥有投票权的普通股 中投方面说 将不会寻求摩根士坦利的控制权 也不会寻求对摩根士坦利的运营 施加影响 让我们的视线再回到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州 8月31号 一个正在高空飞行的热气球 突然偏离了航道 许多地面上的人 目录了热气球迫降的惊险一幕 美国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 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上空 一个飞行中的热气球 不知因何故障 突然偏离了既定航线 驾驶员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迫降 许多居住在附近的人们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热气球迫降在附近的大桥上 很多过往的人们都上前帮忙 目击者称 热气球迫降后 许多人从热气球的舱内跳了出来 有消息称 事故是该区域风向改变引起的 8月30号 已经84岁高龄的古巴革命领导人 卡斯特罗 邀请美国大西洋杂志记者 杰弗里·格德堡等人 前往位于首都哈巴那的国家水族馆 在那里一起欣赏了精彩的海豚表演 卡斯特罗本人似乎对海洋生物挺有独钟 因为自从7月份回归公众视线以来 他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水族馆了 2006年7月 卡斯特罗因为肠胃出血 接受手术 身体状况一直令人担忧 2008年2月 他将国家最高领导权移交给弟弟劳尔卡斯特罗 但仍然担任古巴中央第一书记 今年7月身体状况好准的卡斯特罗重新亮相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洲最新 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好 谢谢猪华来自美洲中心这样的报道 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的新闻继续 世界各大平面媒体的头版都在关注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呢 马上带您来一一浏览 好的 来进入今天的世界头版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内阁负责人的年龄 大约是人口中位数的比人口中位数要大十多岁 但是印度不是这样 印度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 但是它的内阁首长的年龄又是非常老的 这是印度时报做的报道 说印度人口年龄的中位数是26岁 在全球15大经济体重是最年轻的 但是总理辛格78岁 内阁部长平均64岁 和法国 美国 俄罗斯等国家领导人比起来 领导人的年龄大的是太多了 再来看新加坡联合早报 伊朗的一个网络组织日前说 说自己已经黑掉了 一千多个美国 英国和法国的机构和政府的网站 报复这些国家资助和伊朗作对的恐怖组织 另外 伊朗革命卫队最近也成立了新的部门 主要负责发现和打击网络犯罪活动 其中包括间谍活动 经济社会腐败行为 洗钱团伙犯罪和文化侵袭等等 英国的泰晤士报谈到英国和法国 正在酝酿一项新的计划 这项计划的内容是两国用协议合作的方式 来共同使用航空母舰 这个计划可以在维持两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 来削减各自的军费支出 再来看英国每日优报 英国大多数的养老基金都是在股票市场是有投资的 但是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股市大跌 也使得这些基金开始缩水了 英国的几百万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也跌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 经过计算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只能拿到 相当于15年前工资水平一半的养老金 沙特利亚德报 新加坡旅游局说 今年7月份来新加坡的旅游人数 第一次突破了百万大关 创下了历史的新记录 这也意味着旅游业开始成为新加坡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 新加坡酒店住宿业 航空业等等产业有了一个新的提升的空间 再来看阿根廷民族报 在一般情况下 一名医生需要配备三到五名护士 但是在阿根廷公立卫生学校的数量比较少 护士非常紧缺 目前医生和护士的比例达到了10比亿 在首都布诺斯艾利斯 这个比例达到了19比亿 最后我们再来看美国国家地理的一篇文章 世界范围内患有长期偏头痛的人超过了三亿 其中包括六分之一的女性和十二分之一的男性 有一项最新的研究 一系列特定的基因会诱发偏头痛 其中25%的患者基因已经发生了改变 好 以上是今天的世界头版 好 稍后回来中国新闻 还有其他方面的消息带给您 一会儿见 四川省道303线应秀至卧龙转成功抢通 至此 因山洪泥舍流灾害而中断 四川省道全部贯通 南南世界赛 中国队以76比84 赋予波多黎克队 小组出现形势不如内观 美国网球公开赛 彭帅以2比1战胜罗杰斯 成功闯过首龙关 李娜以1比2不敌邦达联科 只不首名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东北亚交通枢纽 东北出海新通道 中国丹东港 中国丹东港